庄子那一篇人间事 五 见识之情 至于吃人 建立社数 其大壁数千牛 协之百为 其高临山时任而后有之 其可以为周者庞氏术 观者如是 降伯不顾 遂行不错 弟子宴观之 走几将时 人 自无知府今已随夫子 未尝尽才如此其美也 先生不可视 行不错 何也 人 隐以 目言之意 散目也 以为周则成 以为观果则束缚 以为气则束缺 以为模糊则业蛮 以为柱则度 世不才之目也 无所可用 故能弱势之受 将时归 立社献梦也 如将物物彼于栽 若将彼于闻木也 福摘里之由 果罗之数 石树则剥 剥则辱 大之则小之夜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忠其天年而终道夭 自剖机如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 且日求无所可用 久以 即死乃今得之 为日大用 使日也 使日也而有用 且得由此大也也 且也若日日也皆物也 奈何在其相物也 而即死之善人 又无之善目 将时归而整其梦 弟子曰 赤赤无用 则为赦何也 若蜜 若无言 彼亦直记焉 以为不知己者顾利也 不为舍者 且轻有紧乎 且也彼其所薄而重义 而已亦日之 不亦忍乎